嗯,今次影片的Title是由官方提供 希致覺是不會嘴咒合乎倒閉,請請留意 為何是氣谷的同事已經知道逆向Lafelk的能力呢? 事先講作,今次的Title 的確不是我亂來的 大約一年之前,氣谷都有聯絡過我,找我宣傳 當時我都很好奇,我是Sale什麼遊戲呢? 然後竟然就是我中學時期已經出現的跑Online 再來就是他們每隔半年就會找我一次 到底這遊戲是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何可以玩足十年都還有更新呢? 今次的特別推介就跟大家講講 其實上集介紹跑Online 時,我心想都應該是最後一次 因為我上集都是用類似的Title 但今次再採價一些的竟然是由官方提出的 都真的要講多一句,我這麼大個仔都未聽過這樣的要求 真的,這遊戲由韓國開發 Smilegate 發行 韓國推出的時間大約2005年 到今時今日為止都已經有十五十六年了 香港方面就一直都是由香港氣谷代理 現在的香港server更加包含台灣及澳門地區 遊戲就是以大家從小到大幻想的童話王國來實體化 裡面的國民全部都是靠夢想及希望作為能量 當童話王國的人不再抱有希望及夢想時 現實世界亦會失去這兩樣東西 遊戲裡面的國王亨利三世 為了令到同話王國的國民繼續持有希望 所以就舉行了一次以跑步為主題的比賽 希望大家可以重拾忘記了的童心 而這班參加比賽的跑手亦都被稱為Tails Runner 今時今日有很多遊戲都是由開發直接直營 但其實在Online game 的時代 有不少公司都有地區的代理 雖然大家 都應該受過無良本地化的人 握色對待 即有三倍升級所需經驗值 和原廠完全不同的待遇 但我自己入行後才發現 其實這些都是原廠不想你們玩地區版的手段 有時公司做得起遊戲 他們又可能不跟你續約 又或者就要付超高代理費 慢慢不同的公司亦都愈來愈少花心機在本地化方面 所以你說要整隻遊戲有本地化的配音已經非常難得 更加不要說地區活動、主題曲等等 你一類有機會花一大筆錢為他人作價衣償的行為 就真是買少見少了 不知道你們可否聽到接下來這一抽 如果氣功不CUT的話 你們真的要課課給他 其實由我自己找Game公司Job開始 即是2010年左右 都一路聽過行內有傳聞 就說氣谷進去就可以做到退休 又或者他們不休做等等 其實我那時都會覺得 跑Online放在主頁上 都是讓客人覺得 你們平台還有很多遊戲玩 當然啦 由他們找我那一下開始 我再留意一隻Game那一下 當然是重新認識到這隻Game 亦都知道我自己說這句話幾沒禮貌 因為他們一年左右 已經有三個大Patch 以前我玩開的Online Game都沒那麼勤力啦 上年推出了角色圓舞和新地圖 今年又找Tonic唱主題曲 然後還在剛剛的8月4號推出了全新地圖 黑暗祭壇 地圖入面大家會進行橫向的冒險啦 到最後還要對付大家的老婆為拉 一個不小心就GG 普通Mode可以復活兩次 HighMode 復活一次 今次更新入面還有客制化卡閘 玩家可以將你們想要的Item 組合成為一個獎品池 再用不同的點數去抽 另外由即日去到8月31號為止 都還有地下世界血月市集 部分經典角色還可以永遠TR化 Dunload 跑Online 會員中心app 還可以得到指定的角色兌換券 可以換到R、夏郎、Lala 又或者七大罪息辱之雙三個 接下來還會有全新的MV 慶祝跑Online 生日 跑Online 已經在8月4號有全新的更新 新地圖、新轉蛋還有一大堆活動 遊戲又不用錢 如果你想回味童年的時光 你都快點Dunload 跑Online 和你的老公、老婆、男女朋友、姨媽故事一起玩回場 喂!這份稿是不是真的可以啊? 我怕出事啊 每分間每下 全為我堅持 你完全願意 旁邊我想敢 給我意志 空想玩樂樂流著 要為我切發子 更記住要勇敢去呼吸 誰想要停止 留在彼此的身邊 牽著手再繼續飛 期望擁抱到最終 所有幸福都放棄 做永遠自己 注重我快樂 不可也一起 來人願緊緊記住 FANTASY TOWN FANTASY TOWN 你知道嗎 愛可以試過 最佳請救 你想 信嗎 賣握緊我這雙手 你在彼此的身邊 勇著手再繼續飛 希望有 我對兩種種 心和永遠 幸福都放棄 做永遠自己 注重我快樂 不可也一起 捧著極速的腳步 壞代物也走到 全無事跡都記住 FANTASY T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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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אח 需要 中間 出 Bran 叫 送 指 質